在节目开始前 请到我们的Coffee 加入我们的会员 我们的事工需要你的帮忙 加入会员之后 就可以到我们会员专属的群組里面 现在就是我们建立社群的时候 现在就是我们必须找到 可以彼此信任的人的时候 现在就是找到 共同价值观的人跟家庭的时候 里面只有支持AI News的人 也就是说 他们全部都是支持我们价值观的盟友 不管你在乎的是家庭教育 后院农夫 还是你只想要在你的社区里面 找到可以信任的人 在混乱的时代里面 增加你跟你家庭的生存几率 都请你加入 好的 现在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节目 大家有没有觉得 有时候我们的节目太极端 给保守派基督徒 太极端了 我们的观点充满着偏见 不包容 我们既然这么高高在上的 自以为在道德的制高点 指控左派跟民主党 在提倡邪恶 我们只看到我们弟兄眼中的刺 但是我们看不见 Ethan眼中的梁木 然后自由派跟民主党 就说 我们做这一点都不邪恶 我们提倡的是多元 包容 接纳 之后就有一堆左派的 自称基督徒的一群人 的一群敌基督 跟没有种的共和党人 就在那边说 你们这些保守派 都是在做一些假设 OK Hypocalypse OK 都是在污蔑 说出来的话都不负责 而且促成分裂 你们保守派跟右派的基督徒 就是导致教会不合一的一群人 你们所说的正敌 没有在提倡邪恶 OK 他们只希望有更多的良善 只是达到目的的方式 跟你们不一样而已 你们应该要听到 跟你们想法不同的声音吧 这句话 有很多人跟我们说 甚至有牧师跟我们说 说我们在促成教会分裂 那我们就来听听看 他们的声音 上个星期 亚利桑那州的民主党的州 参议员 Juan Mendes 在亚利桑那州的州议会 提倡撒旦教的美德 以及撒旦教的 对于民主多元的益处 Arizona 一些从我的区域 但是他们都在各国的党内 他们在这里来 来面对 而民主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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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党 对于民主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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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党 和茶医提英 Jade ,各国党的民主党的民主党的中心 , they embrace practical common sense and justice 他們是在意識上的心態 去擁有聖誕的行為 在維持的藝術 更加特別是 愛情和自由語言 各位,我歡迎他們到桌上 我們會在政府的委員會 謝謝 當然要戴口罩嘛對不對 我覺得蠻棒的 我現在真的看人的方式 就是除非我真的認識你 然後呢我知道就是你真的是感冒 讓我看到戴口罩的人 我基本上就是把他們歸雷成左派 表示他們怕死 然後他們跟政府妥協 然後他們想要逼迫其他的人 他們認為自己比誰都還要有道德 他們認為自己是世界的精英 想要用他們的道德價值觀 來綁架整個世界 以及摧毀我們的文化 這位州的參議員 在州議會裡面發言說 我們可以從撒旦的理性邏輯 從中獲得社會益處 OK Benefit from their rational Satanic insight 以及他們的勇氣跟仁慈 OK Courage and Believance 那勇氣跟仁慈 這兩個形容詞在歷史上 用來使用從天上如雷 一般掉下來迷惑全世界 而且在永恆的火湖當中 帶來災難跟苦難的謊言之父 用來形容他基本上是零 那很明顯 我跟這位參議員的觀點 是完全不同的 在我的認知裡面 我們沒有必要 要給這個謊言之父 任何的鼓勵 在任何的情況下都不行 對我來說 就連我還不認識耶穌的時候 OK 我當基督徒之前 我基本上就知道 如果我的思想跟主義 會帶我 帶領我去敬拜魔鬼的話 或許 我的邏輯就是有問題的 日本的漫畫都是假的 沒有所謂的好的魔鬼 善良的魔鬼 性感的魔鬼 只是要來討好你 然後呢 他也想上天堂的魔鬼 這樣的魔鬼不存在 但是我知道這位參議員 Mandes參議員 到底在說什麼 他會重複這些 撒旦信奉者說的話 他剛剛在 亞利桑那州的州議會裡面 說的話 OK 就是撒旦聖殿 自己發布的內容 就是 其實他們沒有在敬拜撒旦 這只是一個衝擊而已 一個亮點而已 他們在敬拜的只是人類 他們愛他們自己 他們愛的是人 敬拜自己 他們不相信有任何的力量 能力 智慧 是比自己 比人 還要更高的 這個是 所有自以為是的 無神論者 認為的真理 那 他們不知道就是 英國在 17世紀的時候 就有一個詩人 叫做 John Milton 出版了一個詩集 叫做 Paradise Lost 中文叫做 詩樂園 沒有錯 詩樂園是本關於神學的書 不是黑木桐拍的日本的色情文藝片 這些人不知道 當時在伊甸園的時候 那條蛇也跟夏娃說了一模一樣的話 你們會像神一樣知道善惡 這些驕傲的撒旦教徒做的事情 以及左派的政客在推廣 還有讚嘆的事情 那個參議員 就是 聖經裡面 撒旦一直在做的事情 一個 沒有愛 沒有律法 沒有聖經的自由的主義 跟撒旦 跟撒旦主義 最終的思想主軸 都會是一樣的 就是 敬拜自己 世界裡面的 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 不只是在說 不能雕一個偶像 給自己 而是在說 不能敬拜跟崇拜自己 當我們保守派 OK 真正的基督徒指出來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們常常被別人說 我們宗教中毒太深 我們腦子有問題 我們小題大作 怎麼可能會有人真的在敬拜魔鬼 然後現在在亞利桑那州的州議會 美國的民選官員 他們大聲的說出來 他們屬撒旦的議程跟方向 那我今天想要說的就是 左派在敬拜撒旦 民主黨在敬拜撒旦 不是我們空穴來風的指控 然後在批判他們 是他們在州議會裡面 自己親自承認的 是他們心裡相信 口裡承認的 也就是說 我們應該要相信他們 他們就是在敬拜邪惡 他們在創造邪惡 我們在打的 不是一場政治戰役 不是一場國家的政策 還有方向的辯論 不是左派右派 民主黨共和黨 而是一場邪惡對上正義 撒旦對上耶穌 敵基督對上基督徒的戰役 這場戰爭在我們生活的各個角落 例如最近剛過去的格萊美獎 我沒看我家的電視基本上 開著就是放兒童節目的頻道 所以我家不開電視 不過我也不可能花時間去看格萊美獎 我在信主之前 我就對那些明星上台互捧 沒有興趣了 我信主之後 怎麼可能對那些東西有興趣 那其中有一個片段在網路上面互傳 這個片段是來自JZ 我基本上沒有怎麼聽過他的歌 我不太聽饒舌歌曲 JZ在格萊美獎上面 好像在領個什麼 終生成就獎還是什麼東西 不知道為什麼現在這些歌星 認為自己有資格去領這個樣子的獎 終生成就獎 莫扎特有領過嗎 肖邦有領過嗎 巴哈有領過嗎 不過JZ獲得了音樂終生成就獎之後 他花了時間來抱怨我們的社會 就是我們的社會有多墮落 與其在台上感謝 感謝主把榮耀歸給主耶穌 這位領獎的人上台抱怨說 全世界的人都對不起他 I don't want to embarrass this young lady but she has more Grammys than everyone and never won album in a year so even by your own metrics that doesn't work think about that the most Grammys never won album in a year that doesn't work you know some of you some of you gonna go home tonight and feel like you've been robbed some of you made it robbed some of you don't belong in the category mínimo 都棒的一個人啊 這個就是 現代人的偶像 包容 多元 接纳 平等 他在上面领奖 与其说在这边感谢 感谢他妈 感谢他爸 感谢帮他调音的调音员 感谢帮他弹奏的 编曲的音乐家 帮他拍MV的这些工作人员 No 有什么好感谢的 I deserve this 他反而花时间去侮辱 羞辱其他被提名的人 这些人真的就是 史上最丑陋的一群人 Jay-Z是撒旦教的这个教徒 我们其实都知道 网络上面有非常多的阴谋论 在讲这个东西 但是真的 我们的社会 就是在创造这些丑陋的人 这些人就是我们时代 敬拜的偶像 那他在里面提到他太太 他的太太 Beyonce 赢过不知道多少东西 30个40个格来美奖 I don't know 史上最多的 然后他在台上抱怨说 为什么他的太太 没有拿更多奖 他刚说的那一段就是 Beyonce 还是一个受害者 他 Beyonce 还是被压迫 他虽然拿过了这么多的奖项 这么多的奖杯 但是他还没有拿过 Album of the Year 年度最佳专辑奖 所以说 这表示 他还是被打压的 他还是被压迫的 领奖最多的人 是被压迫的 是被歧视的 对他们这样的人来说 这个世界是欠他的 不够尊重他 不够崇拜他 不够看好他们 我们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可笑 Beyonce不管有多少的荣耀 多少的荣誉 他们都还是可以把自己的身份 转成一个受害者 一个亿万富翁 史上最有名气的一个国际巨星 拿过史上最多的奖项 却还是认为自己是一个受害者 我觉得我太太是史上最好的敬拜竹林 她大概会弹十几种乐器吧 她的奖项就是 我每个星期在车上跟她说 这个礼拜你带得很好 弹得很好 唱得很好 就这个样子而已 然后她就很满足了 我才为我太太打抱不平 然后Beyonce赢了史上最多的奖项 超过史上所有的音乐家 巴哈 肖邦 苏伯特 这些人 然后她还是个受害者 她老公还在台上 边领奖 边抱怨 然后JZ抱怨完了之后呢 她继续说 OK 接下来是一段信心喊话 要给更多的人 有信心 她说的这一段 非常完美地诠释了我们世界的问题 还有撒旦 其实就在我们的社会当中 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要继续努力 继续尝试 OK Until they give you the accolade that you feel you deserve 直到他们把你感觉属于你的荣耀给你之后 直到他们叫你天才为止 Until they call you a genius 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思想的主轴 不是在说 要继续努力 持续尝试 直到你为这个世界做出了什么贡献 为这个世界的文化 达到了什么样的定义 OK 这些意义 这些对他们来说都不是重点 而是持续努力 直到他们认同你 意思就是 一直在吹捧自己 直到其他的人也在吹捧你的意思 那 这个样子的人生价值 的确让JZ变得很成功 至少在经济上面很成功 他好像现在也是个千万富翁的样子 但是这个样子的建议是非常非常糟糕的 对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来说都是极度糟糕 而且又没有意义的 因为如果你的人生的目的是要得到其他人的认同的话 绝大多数的情况 你的人生就不会有任何的成就 就算有成就 你也不会感到任何的满足 也不会让你觉得你的人生是丰盛的 另外一点就是 各位可以想想看 这个是个多么被动的思想 这个被动的想法 持续努力直到他们认同 直到他们认可 直到他们给你属于你的奖项 他们是谁 谁是他们 他们干你什么事 这个是什么意思 就是外面的人 其他的人 掌握着你快乐的钥匙 你要一直的努力 一直的尝试 不断的证明自己 直到他们认可 他们帮你打开你快乐的窗口 你自己做不到 你需要别人来获得快乐 很不幸的就是 对于很多人来说 这个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 他们生活的目标 他们生活的目的 就是跟小丑一样 取悦其他的人 有的时候 这样子的想法会让人成功 会成功当上大明星 变成亿万富翁 但是绝大多数的人不会 然后如果你的人生的生活方式 是这个样子的话 绝大多数的人 没办法继续往前 没办法往前进 我们会卡在一个洞里 永远出不来 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人 没有必要给你动力 而你的动力 却是来自这个世界的人的认可 我非常的可以了解 我们在做一个YouTube频道 我们会想要被认可 会想要被认证 会想要被鼓励 我做得很好对不对 搬个奖给我好不好 不只是在做YouTube的人而已 各行各业都有人 为了其他的人而活 为了其他的人而做的人 只是通常对着镜头说话的人 会特别有这种 需要别人认可的心态 绝大多数我认识的这样子的人 需要别人认可的人 通常都很失败 而且可能一辈子 都不怎么成功 除非他跑去信杀旦 就有可能变得跟JZ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出发点 他们的动力 他们原动力是完全错误的 如果你想要达到任何的成就的话 我们就真的是要处心积虑的 忘记而且放弃 别人对我们的观点跟看法 我们的快乐 要来自我们自己做的事情 而不是别人的认可 不是要去计较说 是谁的功劳 谁的认可 而是追求良善美好 因为良善美好 是值得追求的 这个是我牧师告诉我的 我一开始跟我太太在做 这个颜值攻略 PHC的时候 还有在AI News的时候 有一次我在他家吃饭 那时候我才刚开始 做了几集而已 然后我就说 怎么都没人看 我以为基督徒都会有兴趣 我以为会有很多教会 会想要跟我们一起合作 然后我的牧师就直接跟我说 你想要靠教会 你神神吧 你在做的事是事工 是神的事工 你要的是神跟你一起同工 你要的是神的祝福跟认可 你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 要教会认可你干嘛 教会有什么大不了的 你做给牧师看干嘛 你要享受的是神的恩典跟命定 这一句话改变了我对成功的看法 改变了我对于人生的重点的看法 我们在人生的各个角落 都看到这个样子的情形 刚入社会的大学生 博士生 硕士生 进职场 还没到几个月 在那边抱怨 呐喊 为什么没有人看中我 我的学历 我的知识 我博学多文 我老板怎么会让一个比我差的人 学历比我还要低的人 去做这么重要的事情 比我现在做的事情 还要重要的事情 在教会会有人说 你看我戴敬拜戴的多好 我上台分享的多好 怎么都没有人过来拍拍我的肩膀 说你很棒呢 你们怎么都不过来鼓励我呢 然后通常那些人 就会在那个地方原地踏步一辈子 长得漂亮的人 女生 或许可以一路睡上去 男生的话就会变成一个马屁精 他们会卡在一个永远出不来的需要认同的死循环当中 当然也有人例外 有些人会带着这个讨好世界的方式会变得很成功 例如JZ 但是绝大多数的人没那么幸运 我们可以从刚刚JZ第一段得奖感言就可以看出来 就算你用讨好世界的方式来获得到的成功 你还是没办法得到快乐 你还是没办法得到快乐 你还是会充满抱怨 你还是会觉得全世界的人对不起你 没有给你足够的鼓励跟奖项 让JZ成功的是他的能力 他的节奏感 他的努力 他最终站在格莱梅的舞台上面领奖 不只是格莱梅奖 他领过 他跟他老婆领过各式各样的奖项 大家说他是天才 音乐界的救星 hiphop的传奇 但是他还是觉得不够 还是觉得自己是个受害者 还是觉得大家在欺负他 在讲台上面说 大家鼓励的还不够 因为这个样子的人 永远无法满足 永远无法感恩 所以就永远没办法得到快乐 原因就是因为 他把他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认可 跟别人的认同上面 JZ就是把自己 雕刻成一个偶像 认为所有的人都应该要来敬拜他 这就是一开始的新闻 那个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提到的 撒旦的理性思考逻辑 会造成的 不管多么成功 不管多么有钱 还是会认为自己是个受害者 是被打压的 这就是为什么马太福音 教导我们说 我们要先求神的国 神的义 意思就是 我们要随时服从神的主权 过神要我们过的生活 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抽象 好像是神给了我们一个分别为胜 一个成胜的一个要求 但是其实不是的 原因是因为 我们如果不这么做的话 就算我们变得跟撒旦 变得跟JZ一样成功 一样有钱 我们都会变得跟JZ一样 永远没有办法满足 永远都没办法到快乐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伊藤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李�浦 记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